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5岁 退休五年了 现在每个月有4200多块的退休金 按理说我这个退休金还挺多的 加上我老伴他也有2000多退休金 两口子加起来都7000块了 被别人羡慕是常有的事 然而其中的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反而羡慕那种退休金一两千 但是子女孝顺 每天心情舒畅的老人 我和老伴现在每天都过得很焦虑 早上一醒来就感觉心里堵得慌 因为儿子去年被别人骗了 说是有个好项目让儿子去投 一两年时间内肯定大赚 因为这个介绍的人是儿子一个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当时就轻信了朋友的承诺 投了50万进去 没想到最后项目黄了 血本不贵 这个钱如果是儿子自己的也就算了 没了就当做买了一个教训 可惜不是 他这50万是去借的钱 利息还贼高 事情发生后 他声泪俱下地来找我们帮忙 还说他工资低 一个月才六七千 要还三千九的房贷 还要养一个孩子 自己都过得紧巴巴的 好在儿子知道悔改了 现在他每天下了班就去送外卖 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 就为了赚多一点钱早点把债还完 我们就这一个儿子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最后也没办法 孩子也是真的知错了 我们做父母的见不得孩子受苦 还是得给他兜底啊 于是我和老伴把自己大半辈子攒下来的 全部积蓄三十万给了他 但依旧填补不了这个窟窿 还欠二十万和每天都在滚动的利息 所以我现在即使已经退休了 还是重新出来打工了 我找了工厂保安的活 一个月工资两千一百元 老伴找了个保姆工作 一个月三千五百元 我和老伴每个月省吃仅用 一个月生活费在一千元以内 每个月拿出一万块给儿子去还债 按照理想状态的话 大概两年左右债务就能还完了 我和老伴现在就盼着赶紧把这个债还完了 到时候就可以不用再继续打工了 好好享受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 希望这一天赶紧到来 二 赵女士 给儿子买房娶媳妇 我今年六十一岁 转眼间退休也五年了 虽然每个月有四千八百块的退休金 在周围的退休老人当中是数一数二高的 但我依旧是没有安安稳稳地过上休闲自在的退休生活 而是退休之后又立马再去找个兼职工作继续干 因为我以前是乡镇的老师 现在搬到城市和儿子住 我们附近有两个幼儿园 学校放学时间都很早 大概下午四点到四点半 很多家长都无法来及时接送 所以会找托管人员去帮他们接送孩子 把孩子接在托管所 玩一玩 写写作业 等父母下班了再去把孩子接回家 于是我从中看到的工作机会 我去托儿所应聘 那边的经理一开始看我年纪这么大 也不太想要我 但是我说我以前是老师 在看孩子方面还是有点惊艳的 他又仔细看了看我的履历 也确实对我放宽了要求 加上我退休了 也不用给我买五险一斤 人力成本可以缩减不少 所以他录用了我 在那里月工资2500元 但好在工作也相对轻松 上班时间只是下午四点到七点半 工作内容也只是帮忙看孩子写作业 给留在那里吃饭的孩子装饭 再收拾下碗筷擦下桌子 别的也没啥 所以我想着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合适的兼职 再多干一份 增加多一份收入 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呢 因为我43岁的时候就和前夫离婚了 一个人把儿子拉扯长大 虽然年轻的时候工资不高不低 供养孩子上大学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退休之后我就开始忧愁起儿子的婚姻大事来 我儿子现在32岁 谈了一个女朋友 他女朋友比他小六岁 他们打算在三年后结婚 因为儿子在大城市买房 房价是2.5万一平 他想买个小三房 大概96平 那首付就得70万 儿子的收入不高 几千块一个月 我想着他到时候就负责彩礼和婚宴这些 房子的首付还是由我来给他解决吧 我现在存款有50万多点 每个月的退休金加兼职收入 一个月能存下来6000块 一年就7万 按理说三年下来就可以存够20万了吧 这样就可以把首付的钱给凑齐 按理来说现在这个价格应该不会怎么涨的 到时候把孩子的婚房解决之后 我就可以退下来安享晚年了 过一两年等儿媳妇生了孩子 我就搬过去和儿子一起住 帮他们带孩子做做饭什么的 3.苏大姐 老伴生病 儿女靠不住 我今年67岁了 每个月退休金有4100块 我退休金其实不少 身边很多人 包括我的老伴 每个月都是领着两三千退休金 甚至有人还没有退休金 所以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和老伴退休之后 起初还是过得很潇洒的 每个月不用上班 到点儿就自动有六千块钱的进账 所以我们根本不愁以后的生活 每天吃好喝好 再去到处旅游走走逛逛 一个月开销也就两千多块 根本不愁没有钱还 可是65岁那年 老伴因为身体不适 去医院检查时 意外发现了肿瘤 好在还是早期 医生说还好发现得早 手术之后 育后一般还是很好的 可是手术费报销完之后 还得付个二十多万 这几乎把我们所有的养老钱 都洗劫一空 而且老伴术后开始 每天都要吃药 终身吃药 一个月吃药的费用报销后 也得差不多一千块 这让我们突然如灵大敌 有了恐慌 可能有人会说 不怕 这不还有子女兜底吗 但说起子女 我们就一言难尽 当时我和老伴只生了一个女儿 但女儿从小教生惯养 后来也没有好好学习 高中读完就不读了 去外面打工 后来打工期间认识了一个 同样打工的外地男朋友 很快就有了孩子 于是领证结婚 但这个女婿也是吊耳浪当 不思进取 只想着安安稳稳打一份工 每个月收入也就三千多块 下班后就躺平刷手机 她和女儿两个人的打工收入 也才勉强能养活他们一家三口 我们老两口之前看不得女儿受罪 还时不时给她转点钱 让他们回到我们这边一起生活 但女儿执意不回来 我们也拿她没办法 所以如今她母亲得了重病 做手术要几十万的花费 他们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不敢奢求他们来赔床照顾 能打个电话来慰问一下 都算不错的了 因此老伴这次生病 让我们对未来的养老 也有了更多的担忧 因为一个人年纪越大 各种病痛也会随之越多 甚至以后不能自理了 我们这点退休金也只是杯水车薪 于是老伴回家休养了一个月之后 我就去找了一份工厂保安的工作 每个月收入不高 也就两千一百多块 但至少也多了一份收入 现在就希望老伴身体 能尽快恢复起来 我好好工作 在工作之余也开始注重养生 把身体素质提高上去 只有身体好了不生病 才是最大的省钱 毕竟生活支出这些还是小头 趁着我现在退小孩利索 再工作多几年 尽量多攒点钱 增加以后抵抗风险的能力 听了这三位六行老人 退而不休的原因 了解了他们背后心酸的故事 我不免长叹一口气 真的是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有的老人打工是为了自己的子女 也有的老人是为了攒点自己的养老钱 当然了 还有一些老人是比较特别的 他们退休后就是闲不住 觉得退休后的日子太无聊 所以想找点事情打发时间 而打工的话又能消遣 又能挣钱 成为他们的首选 于是退休后 又投身到打工的行列当中 但生活中大多数这么大年纪 还在外面奔波赚钱的人 主要还是生活所迫 来自生活的压力 还有对养老的未雨绸缪 毕竟谁老了 不想安安稳稳的过休闲的日子 而是宁愿在外面奔波劳路呢 所以说咱们也不要羡慕那些 拿高额退休金的老人 他们生活不一定就更加美好 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 咱们只要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那便是有多少退休金都比不上的宝贵财富 人到晚年 有子女有退休金 还需要为自己存点钱吗 现今社会 有人说老了以后 生活费不需要多少 但实际上呢 年纪越老 越要有 存有更多的积蓄 虽然我们常常说 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 面对这个利益纵横的社会 手里完全没钱 好像又不会太好过 工作时 手里没钱 就会被看不起 人既往来时 手里没钱 就会很丢脸 人老了 手里没钱 就会日子难过 所以 人在挣钱的同时 一定要为明天的自己存点钱 这样 时刻让自己手里有钱 才不会让自己难看 其实 当老人有这种想法时 那么 他的晚年 注定会活得很凄惨 一位74岁的曾大爷 就这样坦言道 无论 你有多少退休金 或者 你的子女有多么孝顺 作为老人 越老 越要学会 为自己的明天存点钱 钱 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底气 和尊敬 为什么 曾大爷会这样说呢 下面 就通过曾大爷的晚年故事 来告诉大家 其中的意义 来自曾大爷的讲述 我今年74岁 老伴69岁 我们是同一年退休的 退休 退休后 各自都有三千元左右的退休金 而且 我们名下还有两套房子 日子过得很不错 虽然说 我们两夫妻退休金很高 月月都有富裕 一个独生儿子也很有出息 但是 我们两口子 自打退休后 就一直打着算盘 过日子 每月只拿出两千多生活 剩下的四千 就会按时存到银行去 不管买什么东西 都会精打细算 该花的 会少花 不该花的 绝对不会花 身边很多老同事 和亲戚朋友 都很不理解我们 纷纷说 我们两口子 每月都有稳定的退休金 儿子也很有作为 为何还要抠抠减减 把钱存起来 甚至 他们觉得 像我们这样的退休老人 把退休金吃光用光 也不碍事 根本没必要存钱 但我却觉得自己做得很对 因为我们存钱不是别的 只为保证自己明天还有钱花 其实 我和老伴老早就开始有存钱的习惯 退休那年就存下了四十多万存款 那时候 我和老伴也觉得存的钱够养老了 想退休后就把退休金死劲花 但退休第二年 为了给结婚买 为了给儿子结婚和买新房 就一分不留的全花光了 这也是很多父母都经历过的 存钱半生 花钱只需一下子 投资了儿子后 手里没多少钱了 我们就为此犯愁 如果未来遇到万一 那我们要如何面对 还有 老了需要花大钱的时候 又该怎么办 而身边一位老同事 却这样跟我说 你们干嘛要为钱发愁 老了就跟儿子同住 让他来养着你们 这不就很享福 像我就不会担心有钱没钱的事 月月把退休金花光 都不会觉得慌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 老了没钱 大不了就靠他们养 而他们再不孝 有法律规定 他们必须赡养我 所以我也不会饿死 话说是如此 人老了是可以依靠儿女养老 但是当我们两口子 真去了儿子家养老后 却发现晚年靠儿子养老 一点也不会幸福和快乐 在我六十四岁那年 儿子就把我和老伴接到身边捅住 当时我们以为儿子很孝顺 晚年也会很享福 但老人和子女常住在一起 就是一场灾难 我和老伴刚去到儿子家 还算过得蛮幸福的 每个月儿子都会给我们三千元伙食费 我和老伴就负责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 还有帮忙接送孙子上下学 时常还会一家人去旅行 一起走亲戚 每个节日都会大餐一顿 也极其快乐和幸福 但是同住了三个月后 儿子儿媳的孝顺就变成了啃老 因为儿子是典型的怕老婆 所以我当儿媳就成了这个小家的家主 什么都要听她的 那时候儿媳看我们天天耗在家里 吃他们家的用他们家的 她就心态不平衡吧 开始找各种借口 跟我们两口子要钱 先是说为了孩子的未来 要给我们孙子报培训班 而这费用就由我们来出 每个月两千八百元 然后伙食费渐渐也由我们承担 每个月三千多 几乎把我们两口子的退休金 划走了一大半 可是就算我们付出了再多金钱 儿媳却还是不满足 总是跟我们要这要那的钱 经常快递到付或者要我们替她买东西 甚至有一次她娘家弟弟买房子 还缺七到八万 她自己就装穷 要我们暂住点给她表心意 还说的冠冕堂皇 说这都是为了我们家更有面子 本以为花钱买儿子儿媳的孝顺 也算很不错的交易 但是钱花的越多 儿媳反而越发不幸 甚至渐渐变得不尊重我们 她知道我们疼儿子 只要儿媳想要我们老人付出的 她都会叫儿子来对我们下指令 搞得我们在儿子家 不仅成了免费保姆 还天天倒贴钱给他们生活 儿子的工资还房贷车贷 而儿媳的却被她拿来吃喝玩乐 买化妆品买衣服 甚至给她娘家人 很少拿回我们家里来用 孙子的一切费用 几乎都被我们做老人承包了 渐渐的我们的退休金还没到月底 就花光用光了 而当我们说没钱了 要跟儿媳要点钱生活时 可儿媳不是拖拖拉拉不给 就是一边指责我们不会花钱 一边把钱甩给我们 甚至有时候还会暗地里跟她老公抱怨 说我们不会做父母 有退休金还跟儿媳要钱花 每天在儿子家生活 我们表面看起来幸福得很 一家五口人其乐融融 但是这幸福只有他们一家三口有感觉 而我和老伴就只有苦命 每天干死累活出钱出力地伺候他们 却还得不到一丝尊重和感恩 所以我和老伴在儿子家生活了三年 就失望地回到了自己家 感觉回到家里还过得舒心一点 然而很不幸 老伴在四年前脑梗寇导致下半身瘫痪 需要有人专门伺候 而我也老了 一般伺候老伴还行 要我暴起暴落的话 我干不了了 后来我本想带着老伴一起去养老院养老 因为在那里有专门的护工和我一起照顾老伴 是个非常不错的办法 可是两个人住养老院 我正常人四千 而老伴他需要专门护理的 却要五千五百元 所以我们俩的退休金压根不够用 这时我又想儿子出点钱 而儿媳听到我们要花这么多钱住养老院 就拒绝了我们 说干嘛要两个人都去养老 去一个不就行了 还有在家请保姆不就很好 一个保姆也就四到五千元 多省钱啊 的确请保姆很省钱 但我也会老 未来我也需要有人照顾 那请一个保姆就不够了 而请两个开支就更大 所以我就想把自己和老伴的晚年 都交到养老院里去 这样省心又省钱 而我也说去养老院 也能给他们两口子减轻负担 而儿媳却觉得我们就是矫情 就是不愿意给我们钱去养老院 最后好在我和老伴这些年 我们有一套房子在出租 每个月的房租都被我存到一张卡里 根本没动过 那时候虽然卡里只有24万元 加上每个月的退休金 只能维持我们在养老院住十年左右 但我还是咬咬牙 带着老伴住进了养老院 如今我和老伴在养老院住了三年多了 每天都过得还可以 包吃包住 老伴有人护工伺候 而我也有一群老人陪伴 虽然没有曾经健康时那么自在和享福 但也比靠儿子赡养更有底气和尊严 毕竟不用低声下次求他们赡养 更不用看他们的脸色来养老 所以人越老越要存点钱 不为别的就为自己未来有钱花 更为了晚年可以有尊严有底气的活着 其实曾大爷说的一点也没错 人越老越要存点钱 只有让自己的晚年时刻保持有钱 我们才不用世事依赖他人 自己靠自己也能活得很好 虽然说我们在存钱的时候 可能会让当下的生活过得比较拮据 但为了我们晚年的明天 一定要咬咬牙 坚定内心地存点钱 这样到了晚年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们才会活得很卑微 靠子靠女靠不住 唯有靠自己手里的钱 才是最可靠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